接着来看到这几天有如连续聚办 每天都有新的发展 总统马英九被媒体人周玉寇指控 收受鼎心政治现金两亿元 马总统委任律师今天前往地方法院提告 控告周玉寇加重诽谤 酬长一千万元 同时还要在四大报的头版登报道歉 而国民党考计会也决议 撤除周玉寇的国民党籍 鼎心政治现金疑云 周玉寇频频爆料 重伤马总统与国民党形象 被国民党考计会决议开除党籍 党员周玉寇今年屡次在媒体上 公开发表言论攻结本党 言论明显损害党之声誉及利益 严重违反党籍 鉴请开除处分案 会中无异议一致决议通过 而同一时间 马总统委托律师 前往地方法院控告周玉寇加重诽谤 求偿千万并且登报道歉 今天我们来提的主要是两个部分的诉讼 一个是民事的妨碍名誉 顺耐赔偿诉讼 另外一个是刑事的 这个加重诽谤的致诉案件 求偿的金额 我们今天提出去的诉状是一千万元 另外还有登四大报来跟 对这件事情要跟总统来做公开道歉 对于马总统终于出手提告 周玉寇胸友陈竹表示不会打出官司 还依循王金平模式 展开国民党籍保卫战 我要保卫我的党籍 国民党现在是需要改革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就不会放弃保卫我的中国国民党党籍 而立委蔡正元上广播节目 原本要解析鼎心与国民党的关系 却乌龙一场 因为电台发错题目 访谈中不仅赞成开除周玉寇党籍 也披露在中国做事业的鼎心集团 不愿意捐钱给海基会 相较于其他台商是非常吝啬 为家不管公家的款项 私人的钱一毛不拔 一毛钱都没捐 你说他会再什么给马云九两亿 我不相信 而特征组查办鼎心政治现金 今天则是约谈101董事长宋文奇 与国民党副秘书长林德瑞厘清案情 新唐人演的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道